大家好,我是Ayumi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上次呢去了日本的100元店买的 可是这个产品是花了日币300块去买的 就是这个 登登 这个呢就是很像一个小杯子 然后呢里面可以放米 然后用微波乳去煮饭来吃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试试看哦 那我们要准备300元的杯子 150公克的米 180ml的水哦 今からこめあたります 嗯 ok 现在要放一百包哦 一百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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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放水进去哦 杯子里放了米跟水之后 盖了盖子 然后放了大概30分钟 让米吸水哦 那我们米已经用水进了30分钟了 所以呢我们开始用一步子咯 OK 等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好了 好了耶 好了 大家那我们的米好咯 我们一起打开看看 哇好香哦 有饭的味道 哇好烫哦 要小心哦 烫 哇好期待哦 真的有一碗饭吗 那我们一起打开啰 哇 哇真的别一碗饭耶 你看大家 你看你看 哇真的不可思议耶 一个小杯子可以变成 饭耶 成功 我们成功了耶 哇好香 感动 耶 那我们开始试吃哦 哇好香哦 哇好香哦 很好吃 哇 又可以用这个小杯子 然后用微波如7分钟就可以做这个一碗饭 非常的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人住的大家 或者是比较满的大家 有这个杯子 我觉得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今天成功了 今天谢谢大家 那不要忘记关注跟按赞哦 下期见拜拜